中国国内最公平的一条 平寒子弟的上村渠道通道 就是高考了 和这几段时间连年出现这方面的信息 一就是我之前所说的 上海交大内网 露出来一堆特招的档案 从这特招中就可以看到 都是跟权力地位有关 金钱有关 后来就是陈春秀被顶替 入大学16年前 现在又葛京实名举报 他被97年98年 两年被顶替入大学 这个东西呢 97年被顶替 已经被他老师的忏悔 把事实已经暴露出来了 是他老师用他的儿子去顶替了 用他女儿去顶替了 那我们这个具体的事件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 具体的事件 我们只能看到 通过这个具体事件 引出了这一串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首先探讨一个 这些被偷走的人生 这些被偷走的青春和前途 怎么样追讨 该不该追讨 怎么追讨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跟世界上啊 就是说很多事情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说这种事情啊 似乎在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 在发达国家呢 或许是有特招 就是说你用你的地位 你的政府议员 或者安排一些 他的一些特长 比如运动啊 等等这样的特长 他通过特招 通过一些社会活动 多一些名人的推荐性 这样的方法呢 也有可能走了一些捷径 但这些捷径呢 他跟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 就这些捷径只是说 给了某个特权人的捷径 而现在发展 现在这两件事件 比如狗金 还有陈春秀 这个事件呢 他不是某个人通过某个特殊渠道 去占了自己占了便宜 而现在是直接用人家的人生替换掉了 这是比那个更为不公 然后这些被偷走的人生 他怎么办 他这一辈子 他应该怎么追讨 我们有没有法律体系 支撑在追讨 我都觉得啊 这应该是 要做 他们呢 应该去做一个民事诉讼 追讨一个无限期 高额的赔偿 一生的赔偿 就让这个顶替他的人呢 或者他的家庭 一生中 无穷无尽的给他们赔偿 我觉得必须要这样 再去另外再去追讨 这个过程中 帮助他们造假 帮助他们做顶替的这些人 这些呢 我们可以追究他行政责任 和刑事责任 但是呢 对于他们的损失 我觉得必须要通过一个民事诉讼 要一个高额的 长期的 甚至是一生的赔偿 那这个东西呢 在西方社会是有的 就比如说假设车祸 那一个 据说同样是有一个人 被一个车祸 致死了 而这个被致死的人呢 所得到的赔偿啊 他是根据他的 现在的地位 和他的学历 和他的工作 这样去计算出 他应得赔偿 而不是任何一个人 都会得到同样的一笔赔偿的 那就等于 这些被顶替的人 就可以去追讨 他从前因为他 被顶替掉了 而如果假设他没有顶替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人生 用一个平均的社会价值啊 去追讨一个赔偿 这样才能比较公平的平息这个东西 而不是一些谴责啊 然后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啊 然后这些东西归根到底 归来归去 为什么这么多这个事情 现在你看啊 现在又说山东 又发现两百多例这样的事情 而这些这么多事件啊 我觉得归根到底 就是这套中共的制度 中共就这套制度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根治的 我认为不可能根治 也不可能改良 你看啊 我们已经认为 这是唯一一条公平通道了 都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 那别的不公平的通道呢 那就不可 已经没办法可以再形容了 那你在中国的贫寒人 有谁看得到呢 那你看啊 现在我们看啊 好像全世界啊 都认为中国现在很发达了 很富裕了 但是你看看我们总理说的 啊 究竟有多少人低收入阶层啊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看到 啊 都是好的一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媒体吧 啊 我们的宣传媒体 总是秉承以假治国 本是太平 是吧 这样就会造成了 现在那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好像是好的 其实我一直跟很多外国人讲 他们说现在中国如何好 如何好 我说你只看到中国 浮在水面上那一亿人了 啊 中国可能还只有十亿人 你是忘记了 你是看不到的 不是忘记 你直接就看不到 就像那个那份报告所讲的 就要中国有九点五亿人 收入在两千元以下 两千元以下 我给你平均一下 可能就是一千五了 那你可以想象中国如果 人家家庭人均收入一千五百块 他能过他什么日子 这种人他能出国吗 能旅游吗 能去 啊 法国跳广场舞吗 不可能 所以在这里能够 浮在面上给人家看到的人群 传就是这些 啊 这浮在面上的那一亿左右的 啊 我们所说既得利益者 是吧 那九点五亿以上 还有四点五亿人 那四点五亿人也有一部分 只是普通中产阶级 是吧 能够否在面上一天到晚 到处晃荡 到处炫耀的 也就是那帮人了 啊 这一切的不公平啊 我觉得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 啊 对过往的事情 我觉得就应该追讨 对未来 如果谁希望 既希望 中国共产党能把这些事情解决了 我认为不可能 唯有一个可能 就是把共产 中国共产党也剃掉 啊 剃换掉 嗯 我认为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才是希望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